近日彭冠英五家人开车返回小区 只见他身穿橙红色外套 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路上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就进入小区 不过他们并没有就此回家休息 没过多久就再次出门前往停车场 接着彭冠英开车来到某商场 可以看到两人乘坐扶梯来到另一层 然后走到角落 查看楼层店面示意图 等找到自己想去的店面的位置 两人聊了几句 就直奔目的地 随后彭冠英来到一家买酒的商店 在店中开始挑选商品 周围的路人也没有注意到他 只见他拿起一款红酒看了一会儿 又在周围的货柜仔细挑选 见家人已经挑选到心仪的商品 彭冠英这才走出来 等两人结完账 他们就来到停车场开车离开了 看来目前处于休假状态的彭冠英 私下生活也是相当悠闲自在 还是期待他能多多营业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